小莫方的董事長近期就表示說 在七年前成立了食安中心 內部自我檢驗 雖然說他們是躲過了蘇丹紅風暴 不過北市衛生局就公布了 小莫方在佳樂福線上購物網所販售的 紅辣椒粉是撿出農藥殘留 業者表示原料是自行從中國輸入進口的 主要是由佳樂福來銷售 已經先下架停售 而對於抽驗結果也會申請復驗 為了維護食安 台北市衛生局二月針對網路販售 和市售辣椒粉食品做抽驗 結果二十三件產品中有六件不合格 名單中就連小莫方的紅辣椒粉 也被驗出含有農藥殘留 民眾會這麼震驚 是因為小莫方董事長 在二月爆發蘇丹紅疑律時 曾附上自家檢驗合格 證明捍衛心域 強調公司青年前 就成立食安中心 內部早已自我檢驗五百一十三次 才能從蘇丹紅事件全身而退 一度被譽為良心企業 如今爆發殘留農藥 也引發網友留言嘲諷翻車 以北市衛生局調查結果 小莫方紅辣椒粉被驗出 不得減出的克美素 同樣殘留農藥克美素的 還有其他廠牌的匈牙利 紅椒粉和細粉紅辣椒 事件爆發後小莫方回應 被驗出農藥克美素產品是自行從中國輸入進口 成品主要由加勒府銷售 目前停售下架數量統計中 這次抽驗商品原料入場前 都進行四百一十一項農藥檢驗 包括合格才能入場製造 克美素屬非常態四百一十一項農藥檢驗範圍 去年十月將克美素納入主批檢驗項目 四批檢驗都合格 針對抽驗結果會申請復驗 在收到衛生局正式的公文後 我們會申請復驗 在未確認安全之前 我們會責起責任進行下架回收 小魔方表示會由專人協助消費者 退還貨 只是國內食安風暴連環暴 如今就連小魔方也中標 恐怕影響民眾的食安信心 記者原始郭俊麟臺北 臺中報導